大家好,我是Stan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问 在影片里常常出现的十八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有回复过很多次 但是心粉不但在这 不停的有人问 所以今天就想来整理一下 韩国人最常用的几个脏话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这一生都没骂过人 所以如果我说的有点不自然 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对了,今天这个影片 就算我用了翔龙十八张 也避不了黄标 我也就不消音了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戴耳机 要不然被旁边的人听到的话 一定会这样看你的 最后就是 这个影片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去骂人 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被骂的时候 还在那里傻笑 对对对 是为了防身而不是为了攻击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个是西班 在韩国论团上常常把西班写成十八 而西班相当于英文的fog 中文的干操 西班是最常用也是最普遍的脏话 而不只是在骂人的时候 高兴生气冤枉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西班 최상은 말기라는데 就是最后的地属 也是最爱的地属 所以这个算是 西班中最脏的脏话 千万别使用 西班idad 西班白晋夏拌 第三个就是年龙 年igg 是贬低女性,nom是贬低男性的词 年就相当于英文的比起 中文的娘门表姿 而年龙也是跟 새끼一样 前面会加上特定名词后组合起来一起用 当然这里的年都可以换成是 但是给人的感觉是 年大于龙等于 새끼 然后第四个就是 比年龙更难听的 是男生生殖器官的第四语 跟族结合起来可以让很多话都变得非常下流 首先用的最多的是 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比喻该死的什么什么 他妈的什么什么的意思 当然给人的感觉是比这两个还要下流很多 然后在非常傻眼的情况可以说 然后下一个就是 就是完蛋了的意思 在情况非常糟糕的时候可以使用 最后就是 就表示闭嘴不要说废话 去你妈的等 想要反驳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使用的脏话 一般使用最多的形式就是 就这样我们今天看了一下 韩国人最常使用的几个脏话 语言就是要学以致用 说出来了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 所以适当的找一个人来练一下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 谢谢吧 一下 好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